国家话剧院公示2022年应届毕业生拟聘人员名单 一阳千玺、罗依舟、胡先旭等在列 该名单一经披露便引发大量舆论 围绕一阳千玺考编也产生了三大连锁争议 国家话剧院面试过程究竟该不该公开? 根据2022年国家话剧院的招聘公告 演员岗位不参加比试 通过资格审查的人员直接进入面试 一阳千玺是否为非在职人员能否开公司 一阳千玺100%持股的个人独资企业 北京九幕德文化传媒中心已发布了简易注销公告 高中是否被违规录取 一阳千玺后援会官博同时表示 一阳千玺中考一事 经官方调查已有结论并无违规行为 尼格买提晒了张工作照 发文主题是其实我是有工作的 郑文写道正经上班 自己考进去的 有网友爆出张一谋新电影满江红疑似停拍 一阳千玺已经飞回北京 此次风波影响不小 一阳千玺会因此被换掉吗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